汉武帝和唐太宗都是我国史上两位非常著名的帝王 我们很多人喜欢拿这两个人进行对比 这主要是因为汉武帝和唐太宗都打败了北方的游牧民族 这两个人都是那种经常打仗的帝王 只是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 汉武帝的汉朝是越打越穷越打越弱 但唐太宗的唐朝却是越打越富越打越强 汉武帝跟匈奴人打了几十年 一直打到快进棺材老才把手 而汉朝也被他搞到了崩溃的边缘 要不是晚年醒悟 恐怕汉朝不是灭亡在他的手上 就要灭亡在他儿子手上了 但唐朝在太宗之后还有高宗 武则天时期的繁荣 以及后来的太元盛世 唐朝的强政在太宗以后又延续了一百多年 只从结果来说 唐太宗明显是要强于汉武帝的 那为什么同样是打仗 同样是多次发动战争 为什么汉武帝是越打越穷 越打越弱呢 但唐太宗却是越打越富 越打越强呢 今天我们就拿这两个人来做一下对比 其实汉武帝主要是吃了没经验的亏 而唐太宗多少是吸取了汉武帝的教训 也就是说汉武帝替唐太宗交了学费 当然这其中也有运气的成分 我们先说说汉武帝 在汉武帝时期 匈奴人兵马强壮 内部也非常团结 虽然匈奴有王庭和左右贤王的架构 在面对汉朝时候 基本能做到对外一致 几乎没有什么内乱 在这种情况下 汉朝也就没办法去玩花火了 所谓的玩花火就是搞搞内部分裂 制造一下内讧 让匈奴人自相残杀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就只能跟匈奴人正面硬钢了 就拿墨被之瞻来说吧 当时的匈奴主力有十几万人 派去打仗的军队少了肯定是不行的 那基本是给对方送人头 所以为了打垮匈奴 汉武帝就把十万精锐骑兵交给了魏清和霍去兵 让他们各领五万骑兵去攻打匈奴 同时还出动了五十万步兵 用于后勤的保障 这场战役花了多少钱呢 有人曾估计过 为了这一仗 汉武帝花掉了国库三分之一的存货 具体的花销我们就很难说了 但在古代来说 如此大规模的动员花销肯定是不小的 像这样规模的大战 汉武帝时期还不止一次 而且汉武帝时期对于如何开枪拓土 也没有什么经验 按照以往的经验 就是打败这个国家 然后派兵去占领 比如秦国就是这么统一六国的 公元前111年 汉武帝派大将李希 郎中令徐自率经兵数万 从河西走廊翻越麒麟山 击溃了叛乱的西江以后 随即就对河西走廊 进行全方位的大开发 而汉武帝的开发措施 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移民 汉武帝不信任满蚁 为了彻底掌控河西走廊 就向河西走廊移民了十万人 虽然大规模的移民 就意味着大笔的开销 搞不好大量的百姓 就是去了也会逃亡 对此汉武帝也是心知肚明的 但在汉武帝看来 只要能控制河西走廊 再多的投入也值得 就强力推行了这个政策 第二是行政化管理 汉武帝把郡县制 推行到了河西走廊地区 就跟官内的周郡一样 都是朝廷直接管辖 第三是进行经济开发 移民设置郡县的目的 就是为了经济开发 因为如果不搞经济开发 那就不能从真正意义上 控制河西走廊地区 同时也不能彰显汉朝的影响力 为了便于对河西走廊的控制 汉武帝将河西走廊的经济模式 由单一的游牧经济 变为了游牧加农耕经济 通过汉武帝的大地开发 从西汉到唐木 河西走廊就一直属于中原汉地的范畴 同时也是中原王朝向西域扩张的前沿根据地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 汉武帝是有远见的 但是以当时的生产力来说 这就是典型的 浩大喜功 滥用名利 除了在河西走廊以外 汉武帝在河套 辽东也都是花了大力气进行征讨和开发的 征讨和开发的结果就是这些地方变成后来汉地的一部分 但在开发的过程中 老百姓纷纷逃亡 就导致了汉武帝后期的人口锐减 这长年累月下来 汉朝的国库自然是越来越空虚的 相比于汉武帝 唐太宗显然是吸取了汉武帝的教训 在领土扩张的模式上 与汉武帝就有所不同 同时 唐太宗的运气也比汉武帝要好很多 而唐太宗时期的东突厥虽然很嚣张 但当时的突厥其实已经是强奴之末了 而突厥真正强盛的时期 是在南北朝的后期 当时的突厥控制了整个墨北草原和西域 也正是由于当时的突厥很强盛 所以北州和北极政权 还不得不对突厥实行纳贡和亲政策 以换取突厥对自己的支持 这种局面直到隋朝建立 隋文帝停止对突厥纳贡和亲才停止 公元581年为了报复隋文帝 突厥骑兵40万 又联合远北极营州刺史高宝宁入侵隋朝 这一战突厥护胜 把隋朝陵西地区狠狠地截略了一番 也是在同一年 突厥杀不略可汗即位 由于西边的突厥人不承认他的汗位 因而突厥在这一年正式分裂为东西突厥 还爆发内战 听闻突厥内战隋文帝很快就调遣大军 从东起辽东西至梁州 长达几千公里的战线上 对突厥发动全面反击 这一战隋朝大获全胜 东突厥的杀剥掠 可汗在说到西突厥和隋朝的双重压力下 向隋文帝称臣 其后突厥通过内战完成了短暂的整合 于是东突厥后来又挑起两次清隋战争 但这两次都被隋军击败 可以说突厥在分裂了以后 被隋文帝用NV病逝的办法拿捏得死死的 早已不复当年之用了 当然隋阳帝统治的后期爆发泯变 东突厥的史必可汗 则趁机扶持了王世冲 刘武州 梁师都 高开道 薛举 敌轨 等等的军阀在中原打内战 把隋朝搅得稀巴烂 严重消耗了中原实力 这就导致唐朝建立以后 整个中原一片空虚 在唐朝统一全国后的头几年时间里 唐朝都无力去对抗突厥 但不管怎么说唐太宗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突厥 从这点来说 他的运气显然是要好于汉武帝的 当时的突厥看似兵强马壮 实则外强中干 内部一盼散沙 各怀鬼胎 不仅东西突厥不合长期敌对 就连东突厥的内部也是长期的不合 尤其是一把手的吉利可汗 和二把手的突利可汗 也是相互提防 还经常并融相见 很显然 东突厥的情况就给了唐朝玩花活的空间 比如公元624年的五龙板一战 吉利和突利率军犯禁 吓得李渊和李建成差点就烧掉了长安城 打算迁都到别的地方 只是唐太宗坚决反对 并自告奋勇出战迎敌的情况下 李渊才打消了前途的念头 后来唐太宗的部队在陕西兵线的五龙板 遭遇到了突厥大军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 唐太宗如果真打的话是凶多吉少的 不要说双方在军力上完全不对等 而且此时的唐军也因为连日的长渡白色 早已疲惫不堪 再加上后勤线被隔断 战斗力就大打折扣了 那么唐太宗是怎么解决当时突厥的大军呢 其实用的就是玩花火的手段 那就是离间分化 当时唐太宗就只带了几百个骑兵 直接冲着突厥的大军就去了 双方隔着一条河 唐太宗隔阂就大骂吉利可汗 背信弃义 并邀请吉利可汗出来单挑 声称自己只用百余骑兵 就能打败突厥大军 见唐太宗这种架势 吉利也是当场就被唐太宗给吓懵了 那么唐太宗哪来的这么大的胆子呢 他是在唬人还是在冒险呢 实际上唐太宗是早有准备的 因为与此同时 唐太宗已经跟突厥可汗 开始了秘密会谈 前面说了 托尼和吉利之间有矛盾 吉利搞不清楚突厥是不是真的背叛了自己 同时又担心唐朝与突厥来夹击自己 于是加厉便立即与唐朝千里盟约 搬兵走人 后来的渭水之盟也是这次事件的翻版 珍观元年 吉利可汗趁着唐太宗还没有彻底剿灭李建成的于党 与突厥再次联手 集中二十几万大军杀到渭水北岸 直逼长安城 此时的长安唐军仅有几万人 显然是无法跟突厥对抗的 于是 唐太宗就故技重施 只带着高士连 房随领等六人 隔着渭水河与吉利可汗对话 怒至吉利突厥的被约 吉利见唐太宗面无巨色 猜想唐军肯定暗中有埋伏 随后他又看见增援而来的唐军阵容整齐 顿时就心虚了起来 于是便与李世民隔着渭水河定立了盟约 是称渭水之盟 关于唐太宗在五龙板之战和签订渭水之盟前后的表现 我们一般都评价极高 认为唐太宗非常有质谋 对此我们当然不能否认 可是话又说回来 如果突厥是铁板一块 没有内部的勾心斗角 唐太宗的反间计怎么可能成功呢 两汉时期 汉朝在这一方面也不是没有努力过 但分化的前提在于对方得是个散架子 如果没有汉武帝早期与匈奴人的硬盖 汉朝后来想用挑拨离间的办法 收买匈奴的人心也是无从下手的 说到底 唐朝多多少少还是沾了隋朝的光 要不是隋朝与突厥打了十几年 影响突厥的发展 唐朝也不可能正好就碰上一个一盘散沙的突厥 再说理念问题 汉武帝正匈奴是华夏农耕政权大规模的 向陌生的大草原进发 主动去寻找北方游牧政权打劫灭战 并将其领土并入中原版图的第一次尝试 通过尝试中央王朝摸到了扩张的极限 到了唐朝的时候经过七百多年发展 以当事人的近视 以及唐朝当时的国力 唐太宗显然已经不可能这么干了 毕竟别看唐朝将域远大于汉朝 和唐朝的核心统治区域与汉朝相差无几 因为我国一直就存在着一个400毫米的等降水线 在这条降水线以北适合游牧经济 在这条线以南适合农耕经济 就这条线以南的地区 汉朝基本已经开发完了 人类终究还是无法战胜客观的自然规律 所以当唐朝一统中原以后 再向东北西方向扩张 打下新的地盘的时候 就只是进行了机密统治 此举对唐朝的财政负担是比较轻的 就拿唐灭东突厥之战来说 唐太宗与吉利可汗签立盟约以后 东突厥没几年就遇到了血灾 人畜死伤无数 同时吉利可汗的微信也大不如前 很多人都与其有矛盾 见东突厥内讧 唐太宗就命令李靖 摔一支精兵突袭了东突厥的老巢 类似的骑兵闪定战 在汉武帝时期也就获去病能精通掌握 但唐军则不同 关隆集团本身就是由北魏边境演变而来的 唐军骑兵的很多战术 原本就是昔日鲜卑人的战术 唐军对北方异族那套战法是再熟悉不过了 所以李靖一战就灭了东突厥 俘虏了吉利可汗 灭了东突厥以后 唐朝虽然吞并了东突厥的领土 但并未进行开发 也没有移民 只是在当地设立都督府和基弥州 委任当地人为行政长官 然后再设置都护府 从中原委派官员过去痛筹管理 此后 唐朝灭血岩驼 灭西突厥等等 也都是这样的操作 一战灭一国 在开疆阔度的同时还能发展经济 不过由于管理上的力度不够 唐太宗唐高宗时期 虽然扩张了很多领土 但后来都丧失了 到了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 唐朝的基本盘与两汉其实也相差无几 总体而言 汉武帝时期的扩张是 中原农革民族第一次开阔自己认知之外的地域 由于没有先例可循 汉军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和一群强劲的陌生人 打了多场很陌生的战争 走了不少弯路 加之在战争以后 汉武帝为了巩固统治 又对新开辟的疆土进行了大规模开发 战争加上开发 财力物力上的投入自然不可能小 因此汉朝的经济也就大受影响 所以汉武帝才会越打越穷 而唐朝是吸取了前人的经验 毕竟唐太宗是个聪明人 史书他自然没少读过 汉武帝的教训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因为有了前人的经验 再加上南北朝的民族融合 唐朝也熟悉草原民族的那一套 这就使得唐太宗的扩张 无论是南下逐路中原 还是北上驰骋草原 都是清澈熟路 比汉武帝更加游刃有余 估计也正是因为熟悉的缘故 在打下新辟的疆土之后 唐太宗并没有花太大力气进行开发 所以唐朝不但没有因为战争而影响经济 反而还因为战争刺激了中原经济的发展 所以总的来说 汉武帝和唐太宗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可以比较的 一个没有经验 花了大量精力和学费 积累经验 而另一个呢 则直接把前人的经验给拿了过来 再加上唐太宗又是个极为出色的君王 就自然能少走弯路 也就自然能做的比前人更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